如果你有幸穿越到唐朝,用什么语言能与唐人交流?答案是闽南话,因为闽南话是最接近唐朝时期汉话的语言。 欢迎订阅历史解读,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 之前有一个节目,讽刺福建人讲普通话没有F,一时间网上各种讽刺福建人没有F的段子盛行, 什么我们大胡建,甚至闽人都自己编段子自讽,与一般人,包括一些闽人,认为的正好相反。 普通话其实是胡语,而闽语,闽南话的,才是正宗的汉语,正宗的汉语是没有F音的。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闽南话基本符合古代韵书,比如唐韵、广韵,对汉语音韵的描述,才是正宗的汉语, 而北方话包括普通话,跟唐韵、广韵就差得很远,严格说来是胡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严重胡话的汉语。 袁家华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提到,中原汉人迁移入敏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而胜于晋唐,以宋为级。 现在闽南人的祖先是在五湖乱华时期,为了躲避胡人侵略,或凭战乱逃灾荒,从北方迁徙而来的中原汉人。 史书记载,闽南语的形成主要因为三百的移民潮。 第一百,五湖乱华时期,三百零四杠四百三十九,中原,一关八族,林皇陈正,詹丘和湖,避难于泉州一带,带来了三,四世纪的上古汉语,也就是后来的泉州话。 第二百,唐高宗总章二年,六百六十九,朝廷派遣河南光州顾使人归德将军陈正与其子陈元光率中原子弟兵入闽平满辽孝乱,创立漳州,即带来了七世纪的中古汉语。 第三百,进唐朝末年,朝廷派王朝,王沈归,王沈之三兄弟南夏平,皇朝之乱。 平乱后,王朝被封做福建威武军节度史,即带来九世纪的中原汉语。 经几次北方移民的大规模迁入,中原汉人在米人口已成规模,形成了利于语言文化传承的族群优势, 南方多山阻隔,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环境封闭闭塞,受少数民族及其他地域语言影响小,因此,大量的古汉语因素得以较好较完整地保留。 米南话被广泛认知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北方人也常会取笑米南普通话的吐字发音,没有F,没有卷舌音,而话音殊不知。 这些发音正是中国古代老祖宗,特别是唐、宋时期保留下来的古汉语的宝贵因素。 米南话是中国古汉语活化时,在世界60个主要语言中排第22名,米南年轻人应该多讲米南话,保护、传承和弘扬这项中国古代语音遗产。 而我们现在主流推行的以北京话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其实是北方中原地区被湖族同化后的湖式汉语,也称金元鲁语是北方方言,而不是真正的汉语。 现代北京话语音结构简单,保留的古音素极少。 米南话发音和古汉语很接近。 米南话跟唐代早期以前的古汉语一样,没有清纯音,GF。 清代音韵训古,古汉语音韵研究,学者钱大新对古汉语的音韵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古无清纯音,清纯归重纯,这一点正说明正宗汉语是没有F音的。 米南话正是这样,比如防、毒绑、肥、毒不语,钱大新还说,古无舌上音,舌上归舌头,米南话也是如此,跟古汉语一样。 阿旁公,北方化读,阿旁公,这里的防、毒旁正是古汉语的读法在北方化的遗存,因为专有名词的读法较为稳定。 米南话词汇和古汉语很接近。 米南话不仅音韵是正宗古老的汉语音韵,连词汇也是很古老的,比如锅,说成,顶。 这正是顶的本意,它是先秦的词语,顶,最早是石器,由于成食物祭祀,才演变成礼器的干农活,或其隐身意,干工匠活,说成,作色,诗经,魏风伐潭,不价不色。 米南话把水道说成,素,正说明米南人祖先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也带来古代中原汉语,所以米南话也叫做河洛话,这里,河,指黄河,洛,指洛河。 北方汉语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胡话的呢?我们举普通话的例子就很好理解。 普通话是北京话吗?显然不是,那普通话是什么话呢? 它其实是清朝朝廷讲的话,也就是满人学汉语,尽管已经是胡话的汉语,学得不像而形成的进一步胡话的汉语,这一点我们只要听听清廷,比如溥仪,最早的留声机录音就明白了,但满人是统治者, 他们的进一步胡话的汉语也就成了朝廷讲的标准语了。 南北朝北魏时,鲜卑族入主中原,把都城也从平城,金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并且实行主动汉化政策,北魏孝文帝拓跋洪曾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指鲜卑语,言于朝廷,若有为者,免所居官。 尽管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他们的胡话汉语也就成为标准语了。 北方汉语经过聊,今,蒙元的胡人统治,一步一步胡话,就变得面目全非,跟古汉语相差甚远。 顺便说一下,胡说,一语,本意并不是胡说八道的意思,而是汉人讽刺胡人讲汉语学得不下,把他们的胡话汉语叫做胡说。 中国北方,中原地区是胡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也是胡话程度最高的地区,秦汉道未尽南北朝时期,胡人多次大规模入侵,且成为统治者,胡人与汉人战争。 联音,商贸深度纠葛,双方不断交流,在胡族语言的长期影响下,汉语逐步被胡族同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卷舌音,而话音,正统的汉语没有翘舌音,古汉语的独特音韵逐步消失。 泉州话和漳州话是所有闽南话的源头,泉州话和漳州话语法和用词基本一致的,主要在音韵方面有些许差异,而厦门话和台湾话高度相似,一拳一掌。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东南亚地区说的福建话指的就是厦门话。 目前闽南话分部地区除了福建南部、台湾地区,还包括广东东南部的海陆丰地区,广东东北部的潮汕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闽西龙岩市区与张平一带,闽东宁德市的福鼎一带,浙江南部苍南、平阳,洞头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民国时制定国语,普通话,标准,为了使国语更像正宗汉语,开始时制定的国语是有入生的,后来称为老国语,但因为大部分北方人发入声音较困难。 后来只好作罢取消入声,这是现代发生的事情,但一般人也不知道了。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汉人讲胡语已是无法改变,但我们应该自知,同时讲南方方言,吴、乡、干、敏、月、克,他们程度不同地接近古汉语,其中由以闽南话最为古老的南方人,除了学好普通话,更应学好自己的母语,给正宗汉语留点渔脉。 闽南语是上古汉语吗?现在普遍认为,上古汉语有19个生母,闽南语保留了15个,直接继承上古汉语的生母系统,因此闽南语被称为上古汉语的活化石。 闽南语中,太阳是日,米是乳,怕是衣,筷子是柱,炒锅是顶,走是行,跑是走,热是烧,客人是人客。 由于闽南地区地形崎岖,多为山地丘陵,在古汉交通不便,语言受外界冲击小,得以保存较完整。 在泉州,你可以发现,古厝民居的门边上大有文章,某某眼派,某某传方四处可见,继承古汉家族传统。 在闽南,宗慈家族观念浓厚,门楣上的传方和眼派是闽南人的文化传承,是衔接古文化的延续。 闽南语接受的冲击和洗礼。 几年前,看过台湾相关报道,台湾八载族只剩一位92岁的老太太,会讲母语。 台湾学者不得不用录像,录音方式把老太太会讲的八载语记录下来。 因为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全国推行普通话为现代中国观话,推行普通话,方便语言和文化交流,在学校能减少歧视现象发生。 然而,对闽南语却是不小的冲击,由于闽南语调发音软糯,导致闽南人说普通话带有独特的强调,我们戏称为地瓜枪,难免遭到调笑。 部分人为避免尴尬,语调向普通话靠近的同时,开始摒弃闽南语。 同时,对于生活在闽南语环境的闽南人来说,闽南语实在太过寻常,反而为了沟通,努力学习普通话,完全注意不到闽南语在现代受到的冲击,闽南语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导致对于年轻一代的闽南人来说,已经很难用闽南语完整读出一篇文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研究探索闽南语对保护和弘扬中国古代语言,以及研究当时社会文化有着积极作用。 目前,传承了上千年的闽南语,似乎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照这样发展,闽南语将来是否步入八载族的后尘,在进步的光芒下,闽南文化伴随闽南语粉碎在历史长河。 随着现代普通话的推广,闽南话在渐渐失传,特别是闽南话文读音,闽南话区分文书音,读书音和白读音,说话音。 老一辈为了让下一代普通话更标准,少点地刮腔,都有意识地少讲本地话,地方教育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各小学开始开设闽南话课程。 闽南年轻人应以讲闽南话为自豪,传承和弘扬闽南话和闽南文化。 不要让这个宝贵的文化归宝一诗。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